第二个条件 你有定功 不会受外进的干扰 也就是说 不会受外进的诱惑 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居足这两个条件 才可以离开老师 这两个条件不居足 离开老师 就很危险 因为你理念内有烦恼 外有诱惑 你敌不过诱惑 你就会堕落了 可是今天 私道 已经没有了 我们想清净善知识 如果能够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道友 大家能够在一起 学习 互相勉励 以古无大德 为善知识 我介绍给同学们 以阿弥陀佛 为善知识 阿弥陀佛在哪里呢 在无量寿静 在净土 无尽 每一天 读诵 每一天 讲解 每一天 在一起学习 这样我们就不离开 善知识了 我在这个地方 用网络 给同学们借语 对大家 也有一点小的好处 我们距离虽然远 利用现在科技的方法 把我们拉近 我们也能够每一天在一起 开端 这个四句话 要常常记在心里 提高我们的警觉 对大家 谢谢观看